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指出一点 这个姓在有的地方 很多地方读允 现在看来啊 这不是方言的问题 那不要简单的把它认为 这个地方方言与允恐怕不是 这是有一些非常古老的渊源的 隐姓的源流第一 是少号之子 班 那么这个班被封在一个地方 隐城 所以他的名字也叫隐班 他的族人后来善居列国 都以自己这个隐这个地方 封国的名字 来作为自己的姓 这个是隐氏正宗 元流二 出于西州时期有个太师 叫西甲 西甲也叫隐吉普 他主要的功绩是 讨伐 侵扰周王朝的少数民族 比如贤允 北方的 南方的怀疑 那么周宣王就封了他一个官 叫隐 楚国的丞相就叫令隐 隐是当时一个很高的官 那么呢 他的后代也就姓隐了 对吧 而且他这一字还很有意思 还有姓吉的 因为他叫隐吉普 还有姓隐的 元流三 出于米姓 米姓 源于南方的楚国 楚国的文化和中原的文化 有很大的区别 这是由考古发现所证明的 所以他有一支来自于楚国 元流四 那么出于兄弟民族的 改姓 或者兄弟民族汉化以后 取了一个汉族姓氏 姓隐 这个在蒙古族 满族 西部族 白族 苗族 壮族 朝鲜族 都有 特别是朝鲜族的隐姓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姓氏 隐姓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姓氏 魏晋南北朝时期 今天河西走廊 甘肃东部那一带 隐姓突然繁荣 成为当地望主 到了隋唐年间 这一支又有往山西走 就形成了河间隐姓 这是个名门 宋朝末年 隐姓跟别的姓氏一样 开始大规模的南迁 迁往江西 浙江 江树 当然这个都是今天的地理概念 今天的地名 到了元末明初的时候 隐姓又开始从山东山西 大规模的迁往安徽江西 湖南 湖北 今天 姓尹的人数最多的省份 是山东 这也很有意思 占了隐姓人口12%左右 隐姓比很多朋友想象的要大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隐姓可能算不上一个大姓 咱们认识的姓尹的朋友也不多 但是隐姓其实不小 出的名人 当然也多 因为他人口数多 我们这里先介绍一个隐姓的唐号 隐姓有一个唐叫一经唐 一部经书 一经唐 大家先去问隐姓的朋友 最近这几年 大家都对传统文化有兴趣 都要追根溯源 都要自己去寻根 很多朋友开始知道自己的唐号了 过去不知道的 我姓前面就姓前面 你哪个唐的 哪个唐的 不知道 现在很多朋友知道 很多隐姓朋友说自己是一经唐隐士 这个一经唐的来源就和岳飞有关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在宋朝有一个人叫尹燕德 绍兴二年 也就是公元1132年 岳飞从南昌过吉安到查林 尹燕德是当时查林的首富 非常有钱 是个富户 他就以酒肉淫私 犒劳岳飞 对岳飞很尊敬 那么岳飞说我要赶路 那他说了一句话 这尹燕德说 我家里有钱 粮食和肉都不缺 我愿意啊 给军饷五日 就你岳飞的所有部队啊 发粮食发钱 我来发五天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不是一两个人啊 强留岳飞三日 就一定要岳飞留在我这里 三天留在查林 岳飞当然很感谢 走的时候 岳飞跟尹燕德说 这个就很感人啊 今天咱们有的时候啊 太讲人情世故了 太圆滑了 朋友相交啊 就不直来直去了 不讲真心话了 在宋朝那个时候 好像大家还都以职相待 以成相待 岳飞接受了尹燕德的招待 尹燕德花了那么多钱 岳飞说 而才有余 而学不足 当你一经 教子孙 光大其门 说你啊 钱是不够 但是学养不够啊 你应该取一经 用一部经书 或者一种经典的教义 来教导你的子孙 这样的话 你的子孙 可以光大 隐士之门 尹燕德 那个时候的人 现在的人早生气了 早就给你翻脸了 我又给你发工资 给你手下 还请你吃酒喝肉 你还说我没学 我拿呸 早吵起来了 对不对 但尹燕德 古人的胸怀很大 尹燕德 拜而受赐 拜月费 谢谢 您的子教 这是您最大的恩赐 所以马上造房子 造学堂 规定隐姓子孙 你不要因为家里有钱 你给我好好读书 这个堂就叫一经堂 为什么叫一经堂 以中列一经 教子孙 经除了经典以外 还有经典教义的意思 就以中列 教阴姓子孙 阴姓子孙 后来果然出了很多阴列之事 很多的 同时在宋朝 还有一个姓尹的很有名 这个人 我们知道宋朝的时候 宋朝是文化很发达 武功不强 宋朝的国土其实非常小 大家去看 到了南宋就更小了 所以宋朝跟辽军打 跟齐丹 打 咱们知道一般都打不过的 人家太狠了 所以宋朝动不动就是 送点钱 送点布 大家来换个太平 但是有一个人 在徐和之战的时候 扑析耶律 就叫他黑面大王 称他为大王 其他人还是崇拜武士的 其他人后来讲 跟宋军打仗的时候 一定要躲开黑面大王 躲开这个长得黑的人 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影巨人 开封的影视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 在2006年 影姓排在第95位 这都是排进100的大型 总人口 大概 220万左右 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点半 当然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的 我还这句话 不一定准确啊 从姚姓得姓 到今天 已经130多代 非常了不起的一席 静静关注系列节目 闲门中解读百家性质 尹姚少战 姚这个姓呢 算是比较常见的 尤其是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姓姚的人 那当然我们都了解的 比如说体育界的姚明啊 还有歌唱界的姚贝娜 还有比如说是 还有演艺界的姚迪 姚晨等等 我们都非常熟悉 而对于姚这个姓的历史呢 我并不是很了解 我只是听说 它大概从3000年前 就开始流传到现在了 我想一下 如果3000年前开始流传 一代一代到现在的话 那真正是渊源流长啊 姚信的源流有 第一 太古老 源于谁啊 顺地 姚顺鱼啊 源于顺地 顺地 生在什么地方啊 姚地 顺地的出生地就叫姚 所以以姚为姓 归姓也是很古老的姓嘛 归姚实际上是一宗 同宗的是 啊 有血缘关系的 姚信 后一 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 分出60多个姓 最新统计我后面要介绍 现在我们知道100多个姓 是从姚信分出来的 所以它是大姓啊 从姚信得姓 到今天 已经 已经 130多代 传了130多代 姚信 将近3000年啊 所以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性 这个是姚信正宗 所以姚信很多人说 顺地 是我们的始祖 来源在这里 还有一个来源 出自子姓 春秋时期啊 原来的商朝 商国 有后裔 后裔有个国家叫姚国 那这个是子姓 啊 跟那个顺地的 没有血缘关系 那么这一代的子孙也姓姚 元流山 源于枪主 这很有意思 汉朝末期 西枪 双当部 有个部落叫双当部 他的首领叫姚国重 汉化 他取了个汉姓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叫姚 那么这一支 后来就融入汉主 那我们现在分不出来了 除非家谱上有记载 如果家谱没记载 你确实分不出来了 那么还有一个原流 我们都知道的 源于蒙古族 满族 这样的一些民族 特别是德昂族 德昂族咱们都知道 五十六个民族之一啊 但是大家可能不了解 德昂族里边啊 姚姓很多 这很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朝的时候 德昂族 有一个部落 叫拉奈斯 拉奈斯部落 有这样一个部落 这个部落 在明朝推动改土归流 什么叫改土归流呢 就原来这些兄弟民族的地方 都是由土司来管的 土官 但是那个时候 要把土司废掉 改成流官 什么叫流官呢 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叫流官 为什么 因为他要换了 任期四年 任期八年 就要换了流动的 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 德昂族的一个很大的部落 就被归在云南副总兵 邓子龙所辖的军队里面 邓子龙住在一个地方 叫瑶安 就对他的住地叫瑶安 所以德昂族的这一个部落 就全信了瑶 这个是查得到的 那么今天的苗族 水族 枪族 拉户族 礼族 土家族 壮族 白族 俄罗斯族 都有瑶姓 所以瑶姓的来源也很复杂 先清时期 瑶姓主要活动在河南山东 秦汉两近 已经北方各地啊 江南各地啊 都已经出现了瑶姓 到了唐朝 两次移民东南 瑶姓就进入了福建和广东 明朝初年 瑶姓就出现在台湾 今天 瑶姓主要集中在安徽 广东和江苏 这三个省 占了瑶姓人口25% 安徽是当代瑶姓第一大省 占了瑶姓总人口的9%不到一点点 这个应该我们可以看到 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万书 浙月乡 两大瑶姓局局地 瑶姓这个牵动非常非常大 瑶姓的名人 那多如鲸鲸鲸 而数不清 他太大了这个心 我在这里啊 倒只想给大家介绍一个 给我们留下了一部 我们今天正应该好好读的书的 一位瑶姓 这部书的书名一听 大家都知道应该读 叫什么 家教要略 这个家教不是说请到家里 叫奥数 叫英语啊 家族教养 教育要略 这个作者叫瑶儒 儒家的儒 瑶儒教训子孙 应当以读书为最大的快乐 这个太难得了 过去古人就是讲读书谋公民 光宗耀祖 去当官 考科举 升官发财 他不 他说子孙应该以读书为最大的快乐 而他讲 父者交子虚中道 凭者交子虚中节 如果我的后代有钱了 你教育你的子孙应该中道义 你有钱了 你责任也大 你担当也大 你要做的贡献也大 如果我的后代子孙没有发财 还是很清廷 那么你教育儿子要让他中节操 不要看到有钱的 看到当官的就很惨媚 就阿谀奉承 不要 这话非常有道理 以成圣贤为贵 以虚道德为负 以为文道为平 以不知识为贱 你如果一个人不知廉耻 不知羞耻 那就很贱了 很贱 不管你有没有钱 所以这个是非常 在今天还是非常有教育的 他提出唯有减可以助年 所以生活要节减 节减了以后你就清廉 你就不会去贪 唯有数可以助得宽数的数 你要心胸宽 improved 您要心胸宽广 您的道德自然会增长 您要原谅 别人的错误 要包容别人的一些事情 你可以助长你的德性 整篇结束 最后一章叫保忠 忠于的忠 要保全晚节 就你不要前半辈子当大官 发大财 叮叮大名 完了 一下子 被抓走了 被杀头了 被判刑了 你不完了吗 所以最后一章叫保忠 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 有机会去看看这部书 不长 非常有教育 姚信 在今天信使排行榜上 列在第62位 人口504万左右 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三 当然占一次个参考数字 但很多朋友来讲 你闹了个半天 忘了忘了说姚信大 才排在第62位 怎么大呢 别急 2005年 在湖南林林 召开了一次 全球华人 公祭顺地大会 大家去祭祀顺地 这一天 这一天就统计了 如果我们把姚信 一个姓排在62位 对吧 姚信衍生出来的姓是60多个 胡 孙 田 园 路 等等 都是从姚信出来了 如果要把这些姓算在一起 那么早就超过了王姓 李姓 张姓 刘姓 等特大姓氏 姚信的后裔人口 如果要这么算 2.6个亿 那当然不得了了 所以姚信是个非常大的姓 只不过后来封出去了 大家就信我姓陆了 我姓这个成了 他不再说我姓姚了 所以这个看怎么算了 当然也没有这么算的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少姓 也是大姓 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前文中解读百家性质 尹 姚 少 湛 说到少这个姓 我还真知道 我周围就有好多姓少的朋友 我其中有一个同学 他就姓少 他曾经跟我说 在他们老家那个地方 有个村子 大部分都姓少 说到少这个姓 在历史上有很多文化名人 我也知道 其中北宋有一个著名的理学家 叫少雍 但是这个姓具体怎么来的 我还真就不太清楚 那么接下来 少姓 我们讲的刀口少 加一个意思 少姓 少姓元流 也比较有意思 元流义 源于姬姓 血统高贵 是周文王 第五个儿子 鼎鼎大名的 昭公氏 他的封义 属于封义为师 因为昭公氏 封在哪里啊 封于昭 昭开会议的昭 没有这个义字旁 那么在那里的人 我们知道他的子孙 就以昭为名 姓少 姓昭 这样一个 这个里边呢 还很有意思 牵涉到 昭和少的关系 这一支的子孙 原来应该姓 昭 最糟 但是 不是这一支的子孙 后来成立了燕国吗 燕国后来不是被灭掉了吗 那么他的子孙 后来为了纪念故国 我国家没了呀 加了一个一支旁 姓少 至于昭氏 什么时候 归并到少氏里边 我们不太知道 因为现在姓昭的人很少了 姓少的人比较多 但是在古代应该姓昭的多 姓少的少 好多昭姓并进去了 但我们不太知道啊 一直到汉朝 还有姓昭的 后来姓昭的就不多了 原流二 源于 姨祖 云南姨祖啊 姓少的特别多 这个很有意思 怎么来的呢 明清时期啊 云南地区啊 有一批人叫图把士 他们是谁呢 是没有官碟的 遗族的道士 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当道士 你要当和尚 是要有度蝶的 是要有官方认可的 这些图把士啊 就是遗族的野道士 为首的一个是汉族人 他到了遗族地区了 这个汉族人就姓少 遗族 就是遗族的兄弟们啊 都非常佩服他 有很多图把士跟随他学道 都改姓了少 这些人在遗族地区啊 非常有影响力 这些人的子孙都姓少 所以遗族里边少士 人数不少 是这样来的 圆流山 源于姬姓 周文王第十个儿子 记载之后 也有姓少 因为他的封地 大概也封在昭地区 所以后来也姓少 然后呢 还有个圆流 源于地名 春秋时期 楚国的少林 那边的居民就姓了少 少林就是昭林 在最早称昭林 没有这个意志旁的 圆流五 当然源于很多其他少数民族了 那属于这个改姓 改汉姓 先清时期 少姓活动在河南山东地区 到了秦汉 我们在今天安徽和江苏一旦 已经看到少姓 今天我们知道 在全国 少姓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 其次分布在安徽 贵州和江西 少姓 也是大姓 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 那我们知道 在中国思想史上 哲学史上 地位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少康杰 少庸 这是理学的重要人物了 这跟朱西 朱子啊 张宅啊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过去啊 我们都汉族人喜欢写诗 但是 在四句诗里边 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都用进去了 就是少姓 后来乾隆皇帝 有过模仿 季晓然 有过模仿 但是创始人 是少姓 这首诗啊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 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读不读 一共四句嘛 一去两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之花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都在这里 这个还有一种读法 是一去二三里 乾春四五家 高楼六七座 八九十之花 反正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就在这二十个字里边 二十个字里边 有一半是数字 就就是而且意境非常高原 这了不起的是 过去少姓的子孙 就姓少的人 孩子启蒙的时候 都要背这首诗 老规矩 就不要忘记 我们家族离出过少康节 现在当然 少姓的子孙不一定背了 而且我们现在经常讲 我家里比如现在房子 现在房子 大家一般 我这个房子虽然小 但是是我的安乐窝 对吧 安乐窝这三个字 也就是邵庸最早说出来的 邵庸把他的居所命名为安乐窝 他最早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安乐窝的 所以他也称安乐先生 这个都是文化史上的一些小典故 邵氏在今天 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八十四位 那当然近一百的都是大型 人口三百三十二万四千多 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二点一 当然 再提醒一遍 供大家参考 不一定准确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那如果问大家一句 汪姓里边谁最有名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了 不知道的肯定是小时候没好好读书 敬请关注百家姓谈系列节目 前文中既读百家姓之汪其毛 赞这个姓很少见 在日常生活中 我身边的朋友姓赞的不是特别多 在历史上 我知道中国古代的四大贤母 也就是四个受人尊崇的母亲 其中有一个母亲就姓赞 赞姓的曲约应该挺古老的 赞能作为一个姓氏 应该有一定的渊源 接着要讲的一个姓 赞姓 广东赞江的赞 赞姓 赞姓的源流 那就很有意思了 说起来要费点口舌了 源流第一 源于四姓 是夏王朝 大禹的后代 属于以国为事 上古夏朝的 夏商周 我们知道上三代 咱们现在都在 现在恐怕大家都应该有这个认识了 夏朝是确实存在的 有一度我们认为 夏朝是神话传说 不是的 夏朝是确实存在到一个王朝 我们现在这么认为 他那个时候有个国家 叫曾冠国 是大禹的氏族当中建立的诸侯国 曾是曾酌的曾 给您蒸一杯酒 有事儿咱们曾酌 灌 灌黄汤的灌 泰康斯国以后 我们知道 曾冠国很早就被攻灭了 那么曾冠氏的族人为了避害 大家就约定了 把曾冠这个国名 去掉曾的斗字 保留冠的三点水 重新组合了一个字 叫战字 所以叫战字 这个姓已经四千多年 大家看到这种冷屁的姓 往往很古老 很流行的姓 不一定就不年轻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元六二 源于尹齐氏 是上古饶地 饶顺于 饶地的第三个儿子 大杰的后裔 但是这个字啊 麻烦了 最早写成 言字边旁边 圣 这个字念圣在今天 不是三点水 是言字边旁的 这一族 世代相传到今天 圣氏的祖谱是在的 一共已经传了八十七世 也是非常古老的姓 圣氏一族在汉朝的时候啊 出了很多人 大家去看汉朝和魏晋三国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 言字边旁信圣的这个信 然而很有意思 唐朝时期 也就是公元八百十二年 当时编了一本书 叫 《圆和姓传》 就是圆和七年编的 圆和年间 把当时的信啊 大家编在一起 这部书 今天依然是研究中国信史文化的重要著作 我们随时可以找到的 在这部书里边 开始把这个圣 勿写为战 于是这两个姓就开始混了 唐朝时期就开始混了 源流山 源于姬姓 春秋时期 郑国有一个大物 叫皮圣 也是研字边旁 他的后代原来应该姓圣 后来也写成三点水了 那么三点水在今天也读战 这一姓也混掉了 源流寺 源于地名 春秋时期有个地名 叫战地 就是战江的战 但不在广东 这个地方是一条河 叫战水 在哪里啊 河南暴风 那么居住在这条河周围的人 就称为战士 战性 迁徙不明 如果仅仅从人口来看 战性 当然是个小性 但是 也有了不起的人 比如 战落水 这个名字起得多棒 战落水 号甘泉 后来称为甘泉先生 这个人明朝洪志十八年 1505年近世 因为明朝的政府是两套 北京有套政府 南京有套政府 所以他当过南京的 立部 礼部 兵部上述 明代著名的学者 是陈白沙 弟子当中 成就最作主的 跟当时一个著名的理学家 王守仁 可以分平抗礼 了不起的大学者 还有一个 今天啊 咱们啊 都知道四大美女 四大金刚 四大天王 都知道这个 咱们现在还有人 有没有人知道 四大贤母啊 中国古代有四位母亲 备受尊崇 古人没有不知道的 一百年前 没人不知道的 四个人的妈妈 第一 孟母 岳母 还有俩呢 欧母 陶母 陶母 就是 咱们那个 东晋名将 陶侃的母亲 姓 赞 四个 最最了不起的妈妈当中 有一个就姓赞 这个陶母 赞是 公元二百四十三年出生 公元三百十八年去世 十六岁的时候 赞是老夫人 当时当然是小姑娘 不能叫老夫人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嫁给了吴国的杨乌将军 陶丹 为妻 还不是妻 生下了陶侃 陶侃后来是著名的将军 了不起的人物 而在近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 生下没几年 丈夫 陶丹 因病去世 家境 一下子都到了 酷贫 不是一般的贫 酷贫的地步 以仿制谋生 督促儿子 读书 成人 在他的培养之下 陶侃成为一代名将 爸爸早就没有了 所以啊 过去有一本书叫幼学 也是盟学读 今天也没人读了 里边有这样一句 坎姆 杰发 以厌兵 春运 杀鸡 而谢客 此女之贤者 坎姆 杰发 以厌兵 就是讲的 战士 家里来客人啊 老夫人一看 哎呀 这个 有学问啊 希望她指点自己的儿子 给儿子找老师啊 没有钱啊 步又没织好 怎么办啊 头发剪掉 去卖几个钱 回来宴请来宾 希望来宾 指点自己的儿子 四大贤母之一里边 就有战士 啊 我手头的资料显示 在1986年 战性 排在第386位 而圣性 虽然这两个性 狗魂了啊 还有些人姓圣的 著名作家圣荣 当代著名作家了 圣荣 那就姓圣吗 圣性 居然还排在 第315位哦 圣性 有很多人 混进了战性 圣性 还排在战性前头 这是1986年 后来 就没有他的数据了 就我也不知道 战性 在今天排在第3位 他有多少人口 今天的百家姓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请大家 下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